警方表示事件发生在早上6点 法拉圣区靠近28大道与奥姆尔街 受伤的是一名35岁刚刚被纽约市警招募的女性 目前已经送到皇后区医院并无生命危险 警方称撞人的垃圾车是由一家私营公司所有 至今还没有收到该公司的回复 纽约市警将会继续跟进调查 事件发生在今早8点 皇后区雷格公园靠近67大道与Woodhaven Boulevard一棵大树 突然倒塌砸上一辆校车 有关官员表示大树倒塌的时候 该校车当时正载着有特殊需求的孩童前往学校的路上 不幸被大树砸到 车体略有凹凸迹象 警方称8名孩童与3名成年人已被带到埃尔赫蒙斯特医院接受治疗 目前还不清楚是什么原因导致大树的突然坍塌 警方仍在调查中 根据纽约市城市规划公司Archides的最新报告显示 纽约市地铁的系统是全美最好的 尽管近期出现了很多延误和信号问题的投诉 但在地铁系统以及可持续性发展上是首屈一指的 该公司表示 纽约地铁在无障碍设施方面考虑的也很全面 例如换乘地铁隧道以及轮椅通道 皆是无障碍通道 但是纽约交通设施在全球排名却并不如意 名列23 昨天在生命的礼物Give a Life活动上 一名需要骨髓捐献的接受者终于在曼哈顿见到了他的捐献者 今年42岁的Florence Ivy 5岁时检查出了第27染色体罕见遗传缺陷 并做了他人生中的第一次手术 37年间总共经历了18次大大小小的手术 Florence表示这种罕见的遗传疾病 让他从小到大不断地感染新的病毒 持续地生病 但捐赠者Harvey Powell把他从疾病中解救了出来 26岁的Harvey在两年前捐赠了他的骨髓 他表示他并不觉得自己是个英雄 但这种帮助别人的感觉让他很开心 治愈后的Florence在活动中很激动地称 他再也不用依靠氧气机维持生命了 并开玩笑说 他现在感觉跟捐赠者Harvey像亲姐弟一样流淌着一样的血 有关Gift of Life或有意了解骨髓注册的更多信息 请访问giftoflife.org 昨日纽约市警察局与新泽西市警察局合作进行了调查 纽约市警官员协助泽西市警方追踪一名以纵火和恐怖威胁指控的男子 昨天晚上警方在蒙哥玛利街执行搜查令时 搜获了97磅的大麻和9311万元的现金 警方随即扣押了三名在场嫌疑人 嫌疑人将被控犯有大麻犯罪行为 贩卖大麻和犯罪性质使用大麻罪起诉 昨天布朗克斯居民聚集在布朗克斯新建的新城岛大桥 以庆祝大桥的建成 庆祝仪式上 社区居民在新建大桥上漫步 在大桥上驾车行驶 为新城岛大桥的建成鼓掌欢呼 社区居民表示 多年来布朗克斯居民一直在为建立一个更现代化的桥梁 一个有线电视设计的桥梁而奋斗 今天这一愿望终于实现 交通运输专员Polly Churdenberg表示 居民们最关心最开心的事情 莫过于愿望达成 有着一个适合这个社区的大桥 这座新建的新城岛大桥 不但有着现代外观 桥梁更宽 还有一条人形走道和两条指定的自行车道 主办方表示 此次颁奖活动是一系列中美影视交流活动的一部分 旨在推动中美文化交流 践行一带一路长矣 促进国际影视交流与合作 为此他们特地邀请了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会长 欧伦斯 中国驻纽约总领会文化参赞李立言 美国著名律师和美中咨询人士 Charles Sullivan 以及多位好莱坞电影人士 前来为获奖者颁奖 中美两国是当今世界最强的两个大国 这两个国家其实是彼此需要的 那么从影视行业来讲 中国需要美国 美国也需要中国 它一定是交融的 世界一定要开放交融 然后才能向前发展 包括我的前半生楚桥传 郝先生在内的多部作品 获得优秀电视剧奖 期间著名导演游小刚 获得特别艺术贡献奖 出演过上百部影视作品的女演员 龟亚雷获得特别贡献奖 刘凯威获得最佳男演员奖 而宁静和周智获得最佳女演员奖 既然来就是要考虑这样的合作的开展 我们也正在跟美国同行在研究 怎么样更好地开展我们双方的合作 对 这个金树节奖好像是第一次举办 那我觉得我很高兴能够 我特别从洛杉矶来参加这个颁奖 我刚拍完一部电视剧幸福有配方 那么已经在上海电视台播映了 最来的目的是参加亚洲影视节 然后向大家推荐一下我们中国优秀的作品 还有中国优秀的人才 所以也是来看看 来感受一下 我觉得肯定有一个很好的活化 因为有文化的差异 但是也有共同的一些想法 所以我觉得很期待更多的交流吧 此外青年制作人黄岚 李波 蒋小荣 金书丽 董陈军 朱志颖和林大耶伦获得金牌制片人奖 于荣光 金书惠 董丽 克劳德 柯文 获得金牌导演奖 拍摄了亲爱的翻译官等作品的努尔 获得了最具潜质制制片人奖 赵东阳获得最具潜质新锐导演奖 主办方美国亚洲影视联盟创立于去年 有多次获奖的好莱坞编剧Jerome 和来自中国的资深影视人 均和传媒联合创办人 钱骏担任共和主席 刘雨晗担任秘书长 华为电视预先会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